李克強緊急開會強調重大政治問題 美中談判時間不多 二百多個中企或退市 中共急救火 違街盛行現今違和 高派息股受罪捧 受上海封城拖累 世界首富身家大縮碎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崔時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26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目前中國的經濟形勢很嚴峻 中共高層不斷開會試圖運經濟 5月23日 中共國務院剛剛推出六方面 33項運經濟的一男子措施 僅僅兩天後 中共總理李克強25日 就緊急召開全國 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 罕見地召集了 省市員級全體大約10萬幹部參與 李克強強調下半年將召開 在中共二十大 尋經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 這次尋經濟大會 要求省市員各級政府領導 以及政府主要單位負責人參加 據大陸經濟觀察網報導 一位基層幹部說 此前國務院也有電視電話會議 直達圓一級 但好像現在橫向到邊 中向到底 這麼大的震勢極為少見 另一位被通知參加會議的 東部省份聽局官員說 省委書記兩天前就說了 要用超常規手段刺激經濟 在25日會議上 李克強敦促各地 抓緊出台找經濟政策 李克強列舉了多項數據 證明現在的情況 比2020年武漢爆發疫情時還要惡劣 特別是4月份 經濟指標明顯下滑 李克強強調 經濟已惡劣到嚴重衝擊中央財政收入 4月份全國財政收入下降5.9% 地方財政收入下降更快 下降了6.6% 特別是長三角地區 這些地方都是對中央收入淨貢獻的 最大的降幅到32% 小的也超過了全國的平均降幅 再加上海上交通停運 關稅收入大跌 這也嚴重影響了政府總體稅收來源 李克強透露 已有多個省份要求批准緊急發債已渡過難關 李克強還提出這樣的警告 中國作為這麼大一個大的經濟體 一旦運行滑出合理區間 想再拉回來 不付出巨大代價 和更長時間是很難做到的 李克強向各級官員下令 要採取措施 爭取6月份能穩定回升 他還強調 下半年將召開中共二十大 所以必須為二十大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因此穩經濟 就不僅僅是經濟問題 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 之前 李克強在23日宣布 33項找經濟的大計劃後 中國股市卻尷尬響應 4,400多隻個股下跌 據彭博經濟研究所日前評估 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會跌至2% 原低於官方設定的5.5% 專家分析造成經濟嚴重下滑的原因 認為中共的清零封城措施有重大關係 清零導致居民禁足、企業停產、切斷供應鏈等 關於這次會議 華盛頓信息與戰略研究所所長李恒青 在推文中評論說 中國經濟非常危險 執政者要拼盡全力保證權 其實任何修修寶寶連標都治不了 中國問題的解是政治變革 變無他套 政治漫畫家 《變態辣椒》25日評論說 習近平堅持清零封鎖 李克強靠什麼穩住經濟? 騰訊、阿里巴巴都開始裁員了 更不用說 新增的千萬級別的畢業生 不要說報復性消費了 不報復社會就不錯了 中美兩國繼續就中概股審計問題進行角力 微方表示 目前談判難度較高 而且需要在6個月內完成 否則中企可能面臨退市 這樣的消息引發了中共監管機構的不安 就中概股審計問題 中共監管機構25日聲稱 中美雙方承諾就審計檢查問題 達成符合雙方法律和監管要求的共識安排 相關聲明是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證監會的回應 證監會此前表示 目前中概股審計談判 仍然存在重大問題 而且 現在已經沒有充足的時間 可以達成協議 據老頭社報導 美國證交會 國際事務主管 廢社24日強調 在今年11月22日前 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PCAOB需要完成對中企的審計 如果目標無法實現 很多中企將在明年年初退市 他表示 中美兩國之間的談判仍面臨難度 到目前為止 美國證交會已經將148家中概股 納入預定的集計名單 其中包括京東、網易、拼多多等 多家知名企業 數目佔據美國上市中概股的一半 在此之前 有媒體曾報導 美方派遣代表團到北京就審計要求進行談判 不過美方當局表示 從2017年以來 從來都沒有派過人到中國進行談判 前美國政府貿易談判人員 埃·萊特·威廉姆斯25號對《華爾街日報》說 時間在此流逝 除非北京表現出比今天更大幅度的靈活性 否則中企退市可能無法避免 根據美國國會此前通過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 如果外國企業在三個財年內不能接受美方審計 就不符合美國的上市規定 需要退市 修訂法案將退市市場縮短至兩年 已經獲得參眾兩元通過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 美方要求獲得在紐約上市的中企審計工作抵高 但北京政府拒絕提供這些資訊 這樣的做法在美國普遍曝光後 引發大量投資者與政商兩界的強烈不滿 現在美國投資者正紛紛湧向那些 承諾定期向股東派發股息的公司 這表明在美聯儲加息 主要股指走勢艱難的情況下 華爾街渴望手額現金 《華爾街日報》報導 出於對利率上升、通脹高企 和經濟增長放緩的擔憂 促使很多投資者轉投美國通訊公司 AT&T和香煙製造商奧茨亞集團等公司 瑞士信貸分析師表示 自2020年初以來 高排息公司的股價表現繼續好於低排息公司 而投入最多資金進行股票回購的公司股票走勢 以落後於那些回購最少的公司 越來越多資產管理公司表示 他們正在減倉 轉移持有現金或短期各付券等 近似現金的產品 有資產管理公司高管表示 如果我可以在你買入更多股票 和你給我現金之間做選擇 我寧願要現金 這一轉變表明 投資者正在為穩定的現金股息 而不是未來利潤的承諾支付日價 標普500指數成份股中 很多擁有最高股息收益率的股票一直在表彰 表現好於大盤 AT&T的股價今年上漲了12% 奧茨亞集團股價上漲了10% 而標普500指數今年累計下跌了17% 最近在雄市區域的邊緣排會 之前派息股的表現並不總是亮眼 近年來 很多投資者湧入高股值公司 其中很多公司承諾的大額派息 並不是立即兌現 而是要等到未來才實現 投資者表示 我們不知道明聯署明年會做什麼 所以我現在想要持有現金 5月24日 特斯拉的創辦人兼執行長馬斯克的身家 全球首富馬斯克的財富縮水5.4%至1927億美元 跌出2,000億美元的巨富俱樂部 財富縮水的主要原因是特斯拉股價暴跌 根據彭博億萬富翁指數 馬斯克的財富跌至2021年8月26日以來的最低水平 但仍為世界首富 阿馬遜的創始人 背左私的身家 為1,278億美元 位居第二 馬斯克的財富上一次跌破2,000億美元的門檻 是在3月份 但隨後 特斯拉股價迅速反彈 4月4日 特斯拉收於1,145美元 她的身家跟著衝高至2,880億美元 之後 馬斯克收購社交媒體平台推特的消息 導致特斯拉股價不斷下跌 而更令馬斯克頭大的麻煩是 上海封城2個多月 特斯拉上海廠從3月下旬開始停工3個禮拜 到4月中旬才開始復產 面臨缺料和原物料成本飆升的問題 封城導致上海4月汽車銷售為令 而美國升息 亦使電動汽車銷售放緩 特斯拉股價在近1個月重挫37.1% 今年來暴跌47.6% 比起去年11月份的歷史高峰 市值蒸發約一半 大和資本分析師傑拉姆·萊森 禮拜二表示 封城前 特斯拉每個禮拜產量高達1萬3千兩左右 利潤率高於平均水準 如今上海創減產 勢必對利潤率和收益產生重大影響 所以它將特斯拉目標價 從1,150美元大幅下調30%至800美元 這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 再見 多謝 多謝 早安 大家 多謝 我 嘩